美国总统拜登6月26日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拨款420亿美元,用于在没有高速互联网服务或服务太慢的地方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承诺到2030年,让美国每个家庭都能使用美国制造的电缆接入互联网。 拜登指出,这是美国迄今为止对高速互联网最大的投资,因为政府要为每个人服务,互联网接入就像电力、水或其他基本服务一样重要。 据悉,德克萨斯州和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州,分别获得31亿美元和19亿美元的资金。 但其他人口较少的州,如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由于缺乏宽带接入,获得的资金也在10亿美元以上,其他每个州至少获得1.07亿美元以上。 预计,各州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初步计划并获得20%的资金,一旦计划最终确定,政府将发放剩余资金。 他还提到,美国政府正在与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合作,降低目前家庭公用事业的成本,需要让美国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 据华尔街日报6月25日的报道,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多地零售商超市包括沃尔玛、克洛国以及亚马逊全时等都受到了炸弹威胁。 嫌疑人致电威胁店家提供礼品卡、比特币或钱,并威胁如果不付款就引爆炸弹。 这些威胁分布在从新墨西哥州到威斯康辛州的各个地区。 在新墨西哥州,一名科洛格超市员工就曾接到嫌疑人的勒索电话,要求他汇款,并称如果他报警就引爆炸弹。 芝加哥北部一家全时超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超市员工接到嫌疑人电话,称已在店内放置了一个管状炸弹,要求提供价值5000美元的比特币。 商店员工联系了警方,警察帮助疏散了现场,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克罗格首席执行官罗德尼·麦克马伦称,每一天我们都担心安全,并极其严肃地对待一切。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该局正在与当地和州执法官员合作,要求公众对周围环境保持警惕,并向执法部门报告任何可疑行动。 当局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威胁背后,是否有非法组织操控。 俄罗斯共用兵集团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格任6月26日打破沉默,为其在周末发动的兵变做辩护。 在一段时长11分23秒的音频中,他强调,瓦格纳无意推翻俄罗斯政府。 普里格任和瓦格纳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向俄罗斯军方宣战,占领了俄罗斯南部主要城市罗斯托夫,并派出装甲车队向莫斯科进军。 一度停留在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地方。 随着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介入,瓦格纳于当地时间上周六晚撤退。 普里格任本人则流亡白俄罗斯。 他在周一表示,我们去是为了示威抗议而不是推翻这个国家的政府。 瓦格纳之所以结束兵变,调转方向返回营地,是要避免让俄罗斯士兵流血。 他还表示,白俄罗斯正为瓦格纳继续工作提供途径。 普里格任称,没有人同意与俄国防部签署收编合同,他的集团注定会在7月1日不复存在。 普里格任并未透露他现在所处的具体位置,他在上周六离开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后,行踪不明。 克里姆林宫当时表示,保证普里格任能够前往白俄罗斯并撤销针对他的刑事立案。 然而,俄联邦总检察党办公室消息人士透露说,针对普里格任的刑事案件并没有结案。 调查仍在继续。